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首先带您看到国际消息 伊朗总统莱希19号前往伊朗及亚赛拜兰边境出席水坝启用仪式后 其搭乘的直升机在回程时发生事故 在伊朗西北部山区农屋中坠毁 官方也证实莱希已确定身亡享受63岁 而直升机上除了莱希伊朗外交部长阿布杜拉西安也一起搭乘 而机上9人全数罹难 对此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下午首都公告事故原因 将事件归因于技术故障 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 而根据伊朗宪法 总统丧命或失能蓄于50天内举行新选举 目前由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副外长巴格瑞卡尼则代理外长职务 伊朗当局宣布将于6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 而最高领袖哈米尼同时宣布全国哀悼5日 立法院21号继续处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但蓝绿立委仍炒成一团 民进党立委要求协商 法案退回重审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两度宣布休息 请招野三党团干部到院长休息室沟通 而一场内国民党立委吃起香蕉奉刺太阳花学运 另一方面民众党日前在游行时吃芭樂配美粉 抢民进党过去8年开芭樂票 民进党今天也运来红星芭樂 邀请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吃芭樂配美粉 公投护台湾联盟 台湾公民阵线 经济民主联合等团体 21号在立法院前发起 民主倒退 公民抢救 立院集结 阻止国会滥权法案三读活动 民众一早就集结在立法院外抗议 高举没有讨论 没有民主 民主已死 国会晚歌等首排 而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在中午12点左右到场 他表示 国民党十年前十年后同样说辞轮回 都说一切合法 但差别在 我们还在这 有些十年前的伙伴已经跟国民党站在一起了 立法院17号进行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表决时 蓝绿白三党团在一场内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导致多名立委受伤 甚至有人送医治疗 而徐晓星在17号与其他立委的直播中 坦诚故意踹陈廷飞的脚 目的就是要让他跌倒 徐晓星强调 国民党遵守排队规则 更反控民进党试图用暴力解决问题 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指控 在冲突中被国民党立委徐晓星拉住衣领 因而跌倒导致左膝流血 陈廷飞21号也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对徐晓星提告伤害 台中21号上午11点左右金船捷运砍人案 一名红性男子在车厢持刀砍人 有民众将事发画面剖网 当时持刀男子戴口罩 身穿棕色外套与另外一人扭打 有其他民众健壮持黑伞攻击 而被攻击男子脸部带伤逃跑 持刀男子更是亮刀冲向人群 尖叫声传遍车厢 后续同车厢的民众将持刀男子制服 最后消防局已送三名伤者 包含两名民众及红性犯贤 而红男一次有失觉失调症 至于详细案情人带调查理清 中国歌手纳英近来担任推理 实境秀蒙炭2024的固定班底 没想到日前却传出在录影过程中摔倒 节目却仍继续拍摄 而这段画面在微博上疯传 甚至登上热搜 不少人为纳英的遭遇抱不平 而当时纳英穿着裙子奔跑 在和向左追逐的过程中被对方扑倒 一度在地上无法站起身 一旁的其他艺人为了要完成节目任务 还是拿着相机对纳英说 给你拍张美的好吗 工作人员也持续拍摄 并没有立刻中断录影 查看纳英的身体状况 南韩女团BlackPink成员 Jenny日前飞往日本展开旅游 近期在社群平台上传 在东京拍摄的网美照 期间还被眼尖粉丝捕获 呈现中知名前草商店街 令不少网友相当羡慕 Jenny不仅和粉丝们 分享了东京晴空塔的照片 还贴出自己在日本买到的战利品和娃娃 而照片一曝光也让广大的网友激动大喊 好想和Jenny巧遇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